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Mr.Pan 焦点人物焦点 我是节目主持人郭志珍 好 各位听众朋友 不晓得您最近睡得好吗 这个睡得好吗 或者是说我们有时候会在 日常生活中的对话里面 跟别人在谈话 到快要结束的时候会祝福别人说 祝你有一个好梦 这样的确 睡得好有一个好梦 或者是能够一觉到天亮 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因为当失眠来临的时候 哇 失眠这件事情 恐怕是很多人生活中 相当痛苦的一件事 想象一下 当夜深人静 当家里面的亲人都已经纷纷入睡 好梦正寒的时候 但却唯独你一个人 一直无法入睡 睁着眼睛盯着天花板 就这么样的数羊数羊 数到天亮 相信这绝对是一件相当痛苦 又煎熬的过程 但是各位亲朋朋友 您知道 怎么会有失眠这样情形呢 您知道台湾很多人失眠吗 又如果您正遭受着 失眠之苦 又该怎么办 我能有办法解决 失眠的这个问题吗 此外您知道 其实失眠这个现象实际上是一种人体启动了一种本能的防卫机制嘛 好 在今天的节目中 我们就要跟大家来谈一谈失眠 这个令人相当痛苦的问题 到底该如何才能够睡一个好觉呢 很高兴在节目中我们访问到的是康信小指的主编林慧淳小姐 你好 慧淳 志正哥大家好 你好 你今天 昨天 最近的每一天都有睡好觉吗 其实我一直都是还蛮好睡的 对 其实通常家里有小朋友的 通常都还蛮好睡的 真的 为什么呢 除了刚开始的那个半年一年那种可能半夜需要日夜颠倒之外 其他时间通常都会 嗯 还怕睡的时间不够 对 因为你光忙孩子就已经够累了 对 然后白天也知道上班 所以其实现在台湾人非常多的状况就是这样 就是等于说是做两份工作的感觉 对 所以其实都是蛮好睡的 那当然有一些人他其实是反过来的状况 嗯 他虽然白天很忙 然后回家之后也很忙 嗯 但是呢 他反而夜深人静一躺下来 他就虽然很想睡 但是睡不着 是 对 这样其实是很惨的状况 对 你刚刚讲的是关键 就是说其实他不是不累哦 对 他是累的 很累毙了 但是就是睡不着 对 那这个可能会有一种 其实这可能主要的状况是因为心理的关系 OK 就是因为你真的整天的这个 紧绷的压力一直没有办法排解 在你的心里一直在 就是持续下去 嗯 那结果到了晚上之后 这件事情对你来讲还没有完结 就是这整天下来的这些紧绷的 兴趣还没有完结 那这样子的人他本身就是比较容易紧张的人 就是跟个性有些关系 是不是 心里还是放不下 对 还在想别的事情 对 那就算你一直告诉自己说 不行我不要想了 但是脑袋里面就是会一直转一直转 那就没办法睡一样 有有有 虽然我是一个算是好睡的人 可是我也有经验 白天有件事情 还蛮困扰我的 对 晚上睡觉的时候呢 的确会在脑袋里面会一直打转 对 我还好 我转两圈就睡着了 那真是一件幸福的事 那有些人这个打转 那当然应该是说 看是第一个就是转多久 那像志正哥刚刚提到 可能转两圈 就不由自主就睡着 那还是OK的 但是有些状况确实是 尤其是碰到比较大的变故 家里有比较大的变故 或者是临时隔天 有要做什么事的时候 比如说要考试 像我记得我高中联考的前一晚 整个晚上都没有睡 真的 所以你是会紧张型的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对 我会紧张是没错 但是只有那个晚上 因为我平常都不会睡 睡不好 但是那个晚上 我真是从头到尾都在那边 眼睛前面在那边 时钟在那边滴滴答答滴答 完全睡不着 到天亮 对 所以应该是说 每个人的生命当中 都会碰到一些这样子的 临时突发性的压力 让人没有办法睡觉 但是这样并不代表 它是一个失眠 是 好 那这些我想请教一下 慧春 你刚用你这个例子 其实我们要稍微 帮听众朋友 稍微分别 联听一下 有些人是失眠 有些人歧视 他是睡眠品质不好 或者是某一些特殊个案 就像你刚才讲 隔天要考试 到底什么样才算失眠 是 其实当然了 这些都叫做广义的失眠 这是没有问题 因为就是失去睡眠 他睡不着 他就是失眠 但是说 他会分成急性失眠 跟慢性失眠 就是长期的失眠 跟短期的失眠 短期的失眠 基本上每个人都会碰到 是 那但是短期的失眠 通常在你的压力源 就是那件事情过了之后 他慢慢就会消除了 例如说 有一些生理的状况 像是女性在更年期的时候 确实很容易 睡眠品质很差 而且容易失眠这样 但是当这一段时间过了之后 其实有很多人是都回应是说 他其实更年期过了之后 大概一两年之内 他慢慢 他只要他的睡眠的习惯是好的 他其实睡眠就又回来了 所以主要是这个压力源过了之后 他睡觉状况好了 回来了 那这些状况都不算是大问题 他就是一个短期失眠的状况 但现在比较让人担心的是慢性失眠 OK 对 那确实啦 慢性失眠 他有一个比较精确的定义 就是比如说三个月 就是已经维持三个月之内 有这种早睡啦 就是应该说是入睡困难 困难 对 三十分钟 他还睡不着 然后一周有大概三次左右 OK 对 然后或者是说半夜会断断续续的醒来 那醒来他半个小时 没有办法再入睡 对 或者是说比预定的时间提早 半个小时醒来 然后没有办法再入睡的 比如说你本来是希望七点起来 但是你可能四五点就爬起来 然后就没有办法再睡着 OK 这些都算是失眠的症状 但是你刚才说是需要长期的发生 应该说目前的医学定义是三个月 如果你有这样子的状况 那你才叫做慢性失眠 如果以国内来说 以这个调查来说 慢性失眠的人大概是一成 就是到了这种比较严重的状况 他可能必须要透过一些医疗的方式去解决 那这样子如果有这样子的状况的朋友 要赶快去看医生 去处理这样子的状况 对 那但是有更多的朋友是 他可能时间没有持续这么多 但是他确实有睡不好的状况 就是有睡眠困扰这样子 那这样子的人其实在国内有四成 其实比例很高 就是说你没有到这么精确的定义 有些人可能是因为没有去诊断 没有这样定义 那或是有些人可能 他还没有到三个月 那但是这样子已经是 等于说快一半的人 有睡眠的困扰 那要怎么防止这个睡眠的困扰 变成慢性失眠 那就必须要你要找出 真的让你害你失眠的 一个主要的原因 就是你刚刚说 有的时候可能是因为 精神方面的压力或问题 或者某些特殊的状况 造成精神上面的问题 这是一种 还有一种是疾病 疾病 或者是身体上的一些状况 这个部分你要去看医生 例如说大家最知道的就是 睡眠呼吸中止症 是 对 就是半夜很常打呼 然后打呼到一半 然后你就突然没声音 然后其实这段时间 可能中间有十秒左右 那可能是没有呼吸的 然后因为你中间这边 身体忘了呼吸 所以他会唤醒你 身体的机制会唤醒你 说赶快醒来赶快呼吸 对 因为他可能喉咙有些 那个堵住的状况 然后所以身体提醒你呼吸 那这个提醒的动作呢 就是会害你醒来 OK 就算你整个意识是没有醒来 你可能半夜你不晓得自己 有醒来的状况 但是你的身体已经醒了 它已经打扰到你睡眠 所以这样子的睡眠 是断断续续 我听说有的人 一个晚上大概会有几百次的 这样子的 对 的这样子的唤醒 那真的是不用睡了 那真的是不用睡了 对 就是你的人是不会真的醒来 但是你就是睡不成 因为我们知道睡眠会有这个 熟睡期跟浅睡期 那我们有很 就是它是一个完整的cycle 那大概一个晚上会有 大概四五个cycle这样 然后如果你这个cycle 没有经历过这样子的 整个完整的睡眠过程 其实你这个睡眠是不完全的 它有很多在睡眠过程当中 你大脑需要重新整理你的记忆 然后或者是要清除一些肥物 它这个这件事情都做不到 都没有办法完全做 没有睡眠的效果 对 它就没有办法达到睡眠的效果 那后续的影响就是 其实就是 其实目前是有一些研究 会说跟这个失智是会有关系的 因为你的大脑的这个认知状况 是会有问题的 那睡眠呼吸中止症 它本身连结的 也会有很多的心血管的疾病 对 所以这个部分 就是身体上的状况 你要先排除 对 就是你如果有一些失眠的状况的话 身体状况排除之后 你要想想看 心理的状况 是不是有一些 比如说个性上的容易焦虑 或者说有些人 真的是有一些精神上面的状况 例如说忧郁症 或者是躁郁症 对 或者是焦虑症 这些状况都可能造成 这个睡眠品质很差 或者是根本就失眠 那有的状况是没有办法入睡 那有的状况是半夜 就是很早醒来 这些都是不同的一些精神上的状况 的确是 所以在精神方面 或者在身体肌肉方面 事实上都有可能造成是 睡眠品质不好的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但是要先厘清